未成年的孩子呢 是不能够单独被留在家中的 哪怕只有一点时间啊 你看今天一早呢 杭州渔航闲林一小区 就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个小女孩 悬挂在十一楼阳台外 幸运的是 特警及时 从天而降 事发上午七点二十分左右 杭州渔航警方接到报警 说在闲林街道一小区 十一楼阳台外 有个小女孩摇摇欲坠 接警后 林警立即赶赴现场 当赶到十一楼 却发现小女孩所在的房间 房门紧锁 女孩妈妈急得在房外团团转 因为房门被反锁 用钥匙也打不开 由于破门需要一定时间 正在这时 民警杨林发现 有一扇外开门 便带领机动队辅警 冲上了十二楼 打算从这边下去营救 时间紧迫 民警一边安抚女孩情绪 一边使用破拆工具 拆出十二楼住户家的防护网 另一边 民警和周边热心群众 使用床单等物品 拉出了一张紧急气垫 在女孩下方做好防护措施 以防万一 让我比较感动的是 这家人不仅支持我们 拆除他家的防护网 还用老虎钱帮我们一起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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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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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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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破了你们家一个那个 几分钟后 防护网被拆出了一个洞口 部队侦察兵出身的辅警 汤文杰当机立断 将救援腰带和静力绳 绑在了腰部爬出去施救 其余队员则在室内 紧紧拽住绳子的另一端 女孩脱险后 另一组民警和小区物业 也成功破开了女孩家的门 女孩得救后 经医生检查 没有什么大碍 据了解 女孩依依今年才四岁 当天上午 女孩妈妈要送大宝去上学 需要离家二十分钟 于是便带着大宝出门了 把女孩单独留在了家中 没想到 没多久 女孩竟爬出了阳台 然后我走的时候 我本来不想锁门 后来我想想 还是锁一下吧 也就二十多分钟 我到楼下的时候 我也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孩子挂在外面了 索性被邻居及时发现报警 女孩被及时救下 没有发生意外 记者杨芳红编辑报道